繼續回來廣時新聞 7月份以來市食育監局對多個外賣平台上的網絡餐飲店進行線下規查 總共是查出了975間的網絡餐飲店涉嫌違規 記者調查還發現部分生意不錯的網店是存在有情況的 根據市民提供的線索 記者在外賣平台上找到一家名為麻辣主義的快餐店 和另一家名為嘴茶貓的快餐店 從菜單上來看一間店賣麻辣湯 另一間店賣烤肉飯 似乎大纜也不賣 但奇怪的是兩間店在訂餐平台上登記的地址 竟然是同一個 記者根據地址找到了這間麻辣主義 店員大方承認這間實體店同時經營著兩間網絡訂餐店 但是當記者想入廚房看看環境的時候 店員立即阻止 不過記者從店鋪的後門還是可以看到 這間快餐店將廚藥垃圾和一些食材放在一起 而且食材是露天放置 另外記者還發現 部分網絡訂餐店在平台登記的地址 和實際經營地址不符 例如這間名為三品黃蚊雞的快餐店 登記地址為龍口西路138號 但記者在整條龍口西路都找不到這間餐廳 網絡訂餐店問題多多 相關的監管部門一直在行動 今年7月以來市四個監局 已經對全市一萬四千多家網絡餐飲店 逐一進行核查 對於有問題的餐廳 已經要求他們在限期內下線網絡訂餐服務 國州電視記者新聞報導 這次完全要讓人們希望 請問先生 請! 請!